2016香港國際草地滾球精英賽 上個星期日在紀利華木球會 上演雙人賽決賽日 經過一共十一輪的分組賽階段 四強席位附加賽 以及準決賽之後 決賽起碼終於出路了 先看看女子組 在單人賽贏得金牌的 馬來西亞選手哈勒德 火柏隊友沙卡雅 在決賽迎戰由巴邦 和布魯斯組織 當中布魯斯更加在2014年的雙人賽 金牌得主 所以技術和經驗都無用置疑 雙人賽和單人賽一樣 都是每盤打九個 不過每位球手有發四球 改為發三球 換句話說 每球球的要求和重要程度 都相對提高了 第一盤, 擔任先鋒球手的布魯斯 很快就展示出強患的滾球技術 多次將自己的球滾球 去目標球附近位置 相反, 沙卡雅在初局 就未有手感 令作為主球手的哈勒德 早早就陷入苦戰 結果菲律賓隊第一盤 就以11比2大比數勝出 第二盤, 菲律賓盛勢勢而上 一度領先到7比3的局面 但馬來西亞未肯放棄 最自落後1分, 打第9局 哈勒德的第一球 還成功將球打到距離目標球 相當近的位置 可惜之後他就無以為計了 最後這盤只能打成7比7平手 菲律賓以總盤數 1.5比0.5的姿態贏出 賽後第二度奪冠的布魯斯 就很開心能夠跟隊友分享勝利的喜悅了 我真的很享受到這裡 同样的地方,我们赢得到2014年 我们赢了我们的第一季冰冰 这次,我感到很幸运 我的伙伴,Rosita,在我身上 这是我的七个年纪中的季节 香港是我的第二家 除了从菲律 我们很喜欢玩在这里 來到男子組決賽 由柏迪遜和威樂組成的澳洲組合 在惠冕路上一直過關斬仗 最終在決賽遇上 由安達神火柏伯利特的蘇格蘭隊 雙方其實在分組賽已經較量過 當時雙方在各贏一盤之下 澳洲以總比分較多取勝 這場再次碰面 首盤較為佔優的依然是澳洲一方 柏迪遜憑著穩定的滾球表現 加上威樂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以8比7先不透籌 來到第二盤, 形勢更加一面倒 澳洲組合在比數上折折領先 到關鍵的第六局 蘇格蘭主球手安達神想法力 打散球局 誰知道一下子把自己隊的滾球都打出界外 結果這局輸了五分 被拋離至1比12 基本上已經翻身無望 結果澳洲第二盤 再興取蘇格蘭順利奪冠 而帕迪遜和威樂 亦成為賽事成立於30年來 第五隊能夠做到遺免的拍檔 第五隊能夠做成功 第二季度過程 問到這場球的自勝關鍵 帕迪迅就認為他們比蘇格蘭隊勝在適應性較強 這場球的勝出沒有影響 這場球是很棒的 我們是很棒的朋友 我們很高興贏 2016年度的精英賽已經圓滿落幕了 起到寄望我們香港的球員 可以捲土重來 再次拿到好成績